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栏目标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认识 农村普遍都对多位年轻漏发 韩国好商业但单独存在这种问题 尤其多位今年年过后 特别准备精英超狗林的沙飞 各种认识狗林也就是漏人家家的照片 是一定成为的 今天在村民台湾 为台湘庄庆的了解多位 昂多六世照顾站 年载农与点栏目的沙飞目的沙飞目 不认识在今年 今天绿色韩国空台地国的农村山区的水桶 算了来天农村山区水桶流水照顾 有马来后出韩国有用哪一条素材 待在台湾来关心 今天在村民台湾 邀请共青 听电影 听好的讨论 请共青 欢迎请听电影 到节目讨论的现场 我们现在来到 在老婆村的动情贵色亚片 其实呢 今天现场的动作为 蔡蜜业和妻 到对参加的老婆村的 六世照顾站的严艷家 到今天 参加的发展 出带文贵家' 堡论 去了发力的 美国台湾向前的了解 也跟流水整個體液上去的水通的形式和風設 也送給大家收集的今天參加在裡面 請問我們先收集的 行政院農民在水埔區農村建設組農村災生口味口中 莊浩雲莊科長 歡迎科長 各位村民大會的觀眾朋友 還有現場的鄉親好朋友 大家好 歡迎科長 歡迎在我們收集的 董會太后 近廣東的處理高書 周軍委 周教授 村民大會現場的我們長輩 還有我們客家電視台的觀眾 大家好 歡迎老師 請坐 請問我們收集的廣田總法議員 雞恩國理事 顧優正 顧姓桑 各位村民大會的觀眾 還有這邊的阿公阿婆 大家好 榮陽 三來的菜市的雞肉主持人 這位好頒布的雞肉主持人 廖婉婷 婉婷你好 各位現場觀眾 還有來賓 還有觀眾們大家好 歡迎婉婷 請坐 其實我們婉婷是在地的計劃主持人以外 他也是返鄉青年嘛 對不對 然後就是帶著現場的現場的阿公阿婆 來參加一個六歲的照顧 其實說到一個六歲的照顧時 年齡的那一天浪費開始在嘴通 不過在經驗開始 在六歲頭的一個三期的吹通 在全球人員是有一百空六的三期在做疫情室 今天NTP的雷都會一個雲林倫北的 這位客家長 來看見到這位客家長的阿公阿婆 幸運會去參加 六歲的照顧時計劃 演講的看樣片 這位客家長的阿公阿婆 當時上今年該七萬燕圖案 而營養全組 透過十步的機構 變化胎次元燕料 從抽出特殊五億的作品 經驗出 雲林倫北六五春開判六十九十以來 每個禮拜有兩年都沒有安排浩劫 來向某空款的口腔 來這裡快樂 真好 沒飽沒飽 十八八年來這裡 就下廚就來下廚 就下廚就下廚 廚就廚 前廚 廚就廚在廚 我們也不是七個紀錄 我們來這裡 以後就驚慶 前廚三人 去發肚子 去做髮家裡 我們每個人都整人整 做人都整好 身材整好 前廚 發在髮家裡 發台湾 發魚 剛才都發到整人整 一杯水 一杯水 好的時候 差不多好了 好的時候 我要去吃 農委會來經驗開始判禮六十九 對農會來試煩著 到達下用下廚作為單位 希望突典六十九廟 透過結合菜池農藥和文化提設 盼禮導演 好事擴張 來到 發電替方社會 及其妙樂 修復 下廚 將這個空間 我們自己在這裡教的時候 我也發現 這邊的長輩 有的畫得很特別 那有的畫的方式 甚至於很像我們 紅通大師一樣的 那樣子的畫法 同趣之類的 那也都是會有 也是值得我 還會再去學習的地方 可以讓老人家 可以用他們的腦 可以讓他們編緩失智 讓他們能夠健康老化 他們在動手 動眼 動腦之餘 就可以活化他們的腦筋這樣子 而且他們也在這邊 得到他們的成就感和樂趣 開設口廠 窮傳服務 照顧下期長者的選法 也天使今年 成長選法的重點和法律 未來政府相關單位 可比國加強 支援鎮合 競爛合照 就是在提醒六色照顧的好業 要面對方看得到 錄影和動員發言 在三期的方式上課 其實六色照顧 才沒記得 那是農民費開始的 垂通 不過在今年開始 農民費控台 平台的水埔區 那邊垂通 這些垂通的素材 就控台平台的 我們三期對方的 主要就是他們在看 在農村的露營家 那些進去進去 據說 人家的路發的 青春夏 我們就希望說 我最想的就 好想人家做了 在 人家的路發動力好的素材 做到家鄉 然後做到 使用露營家 使用好想人的素材 據說 我鼓勵好想人家做了 那裡的農村的三期 用四個方向 就那個人說 綠療育 綠飲食等等的 用這四大的方向 來 提供農村三期 途峰 做到六歲的照顧 在那裡 希望做到 控台的 復復的廟 因為 不但想提供三期 途峰 有六歲照顧廟 有六歲照顧廟 先前說 農村 有 韓國有 其他 從這位 點 像 合理比喻 垂通的 包括這副章 斷斷的 香港建合 那些好意 就要放下 那今天很特別 在那裡的農村 農村 那個 綠療育 動聽片 那些 有這麼多 叫到農營 跟 去路三期 途峰 參加法庭 看得出 驅到的法律 農村 也先 搶到 向 鄉長 我們可以現在一開始 統臺跟他講一下 英文的 看 農村 水 透過 六歲照顧 沾 要放下嗎 鄉長 可以簡單 跟我們說明一下 其實今天 在輪北 老人家這麼有活力去社區裡面參加綠色照顧站 鄉長是不是也覺得 非常樂見這些老人家勇於走出自己的家門 跟大家互動 那甚至是進一步 可以帶動青年來關注這個老人在地方上的這個事件嗎 農民的水埔協物資料 價位 當然很重要 幫助人家 也到處於小隻死胎 我們要跟他們生娃 甲油 他要害死 到死世 當外面 在彈簽 加風 進 所以說 做了 台下也好 就很煩 所以幸福 樂福 輪廢 感謝 農委會 沒有做 條路 希望說 不可以加購 驅種 他們全面 都 給他 死胎 因為 死胎 死胎 所以說 來 保養 他們 非常非常 感謝 謝謝 好 謝謝鄉長 鄉長您剛剛是說非常感謝 我們有這個綠色照顧的計畫 可以讓這些老人家可以到 社區裡面參加這個課程 那這部分我就要先請教一下科長了 就我們 有這個綠色照顧計畫的時候 一開始其實剛剛有一直提到 他是在農漁會 可是為什麼我們會有這個想法 要擴大到農村社區 來推動 是我們農委會發現到了 什麼樣子值得大家 大家關注的像是 農村人口老化嚴重這件事情 才會這樣子的做嗎 在農村地區其實已經 真的已經到了超高齡的社會了 早就已經試了 那我們在農委會 除了在農業的生產之外 其實我們關注的是在農村裡面的 這些居住的人口 那這些可能是退休的老農 他可能是有返鄉的親戀 那這些人在農村裡面不只是從事生產 他更重要的是一個生活的空間 所以我們為了要讓 居住在鄉村裡面的這些高齡者 他能夠獲得一定妥善的一個照顧 因此農委會推出了農村社區 綠色照顧計畫 那有別於在前幾年農委會提出那個 在農醫會執行的這個綠造站的計畫 有不同的點在於 我們是直接深入到農村社區 那由農村社區的夥伴 因應他們在地的一個需求 不同的族群不同的飲食文化 不同的在地的場域的需求 來跟我們水保局來申請農村社區的綠色照顧 那它的起源其實是在於 99年農村再生條例通過之後 水保局就是肩負起 推動農村再生 產業的活化 環境的改善 青年返鄉等等這樣的議題 所以由水保局這邊來擔負 農村社區綠色照顧計畫的一個執行 好謝謝科長這部分的說明 等一下接下來還會有更多的部分 再請科長來補充 那也就是說呢 那我請教一下廖小姐 以一個返鄉青年 你怎麼會想要跳下去到社區來 帶著這些老人家 因為畢竟你看起來是非常的年輕啊 回到這邊來一定要有一個動力 跟接下來可以在地方上 好好的生活下去 维持你的经济来源 你才有办法带这些老人家吗 那怎么会想要做这个计划呢 其实基本上本身就是社工师 社工的背景 然后社工背景 有自己的专业 然后一直都在云林服务 但是都不是在我们家乡 那刚好因为水土跑时局的 绿色照顾计划 让我有机会 可以返乡服务我们在地的长辈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机会 就是我们可以 因为我们一直都在云林生活 那为什么不借有这个机会 就回到家乡照顾自己的长辈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 隔代就长起来的小朋友 所以在服务我们这些长辈的时候 就是大家都是自己的 阿公阿嬷的样子 这是我很大一个动力 然后也很感谢水保局 我这个计划 因为我一开始是 青年回乡计划进来的 然后让我认识水保局 一系列的体制下 然后我们就知道绿色照顾 可以服务更多人 所以当然是要积极地去争取 这样的计划 就像刚刚我们影片上面看到的 让他们延缓老化 学更多 学更多 让他们有更多的自信性 然后让他们可能长者为师 也可以带进来 让他们有更不一样的课程变化 这样 好 谢谢 谢谢廖小姐 其实我们老人家 他们有很多漏影感的支批 他们有很多长者的智慧 是值得我们这些年轻一辈的去学习的 这个部分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教学想长 刚刚有说到了 农村的绿色照顾 有四大的核心 是它的冲点 这个地方就是那些 六重备 六印射 和绿色陪伴 跟绿色的疗愈 简单来说呢 其实 其实 绿色照顾的基础 建立体的 绿色的疗愈 用来说呢 因为我以前 有一个油山 9010的范金 和我有这个范金 做到中车 提供的绿色印射的地方 和我做绿色疗愈的时候 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场所 也就是说 我们所有的绿色照顾的基础 会建立在我们的绿场域 这个基础 有这个基础之后呢 我们可以做绿饮食 还有呢 绿疗愈 甚至是绿陪伴 那这都是一层一层 不同的概念 那其实最重要的是 我们现在很关心的是 食的问题 吃的问题 透过这个绿色照顾 用绿饮食的概念 用六色印射的概念 要绿饮家做的食材 菜地生产 绿荣品 韩国油的味 是他们没有尝试过的一些 健康的东西 都可以运用在这个绿饮食里面 那最重要的是呢 我们有个共餐的 这个服务 因为呢我们常常在乡下 再来呢就是 很重要的是陪伴 因为 老人把香港拿着 不甲 自由没有拿着顺风的时间 要由人皮带 统计粟盘 统计打这句 共发 要件事情就当中优的哦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有定期的 关怀陪伴服务 还有个卫教的知识宣导 最重要的是 陪伴服务 我们身心健康都要有一定的关怀 这个时候呢 建立体来之后 大家其实就可以很畅通 那这部分我要请教一下我们的古老师 老师您过去在医院里面 有做这种老人家长期的关怀 那你怎么看 用医院的古老师的关怀 给留学这句 对他的老人家带到母亲用 也会说 值得你去做 我们可以来一些 借鉴或是学习的地方 以我们医疗单位来讲 早期开始先是长照1.0 后来最后 看来先变成是长照2.0 其实其实我觉得他现在 绿色照顾压开来说 今天长照2.0 很像 只是说长照2.0 比较 除了健康的老人以外 还是会有一些是生病的老人 可是我 因为像我最近在 为了这个节目 我们有去重新认识了 绿色照顾之后 我就发现 绿色照顾这个主要是 还是以健康的老人为主 这样子 可是他们就是像刚刚 影片上面有讲到 就是要延缓他们的一些 刚刚有一个阿姨讲得很好 延缓他失智的状况 对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老人家 就是都一直待在家里面 比较多 甚至有些人就是不喜欢走出去 那我觉得现在有像 绿色照顾的这一块 包括绿培伴 让他们可以到社区里面 像刚刚影片中看到是 懒懒嘛 我觉得他们就是做得很开心 而且会很有成就感 我觉得他们不喜欢走出去 是觉得说很像 他们要的东西都不是他们想学的 或者是说学不会 可是到这些东西 到他们看到他们学到东西 做出来的东西 很有成就感 他们会更愿意走出家庭 进入到社区里面这样子 好 谢谢古老师 愿意走出家庭这件事情很重要 那我现在就先来邀请我们今天来到现场这些长辈们 他们愿意走出去社区参与 我们来听听看 他们参与这个罗措村的绿色照顾计划之后 他们有什么新的感想 我先请第一位 我们的廖阿公 阿公你好 你去社区里面 有没有交到很多的朋友 有没有认识很多新的 有啊 有有 那感觉有没有特别不一样 每天心情都很快乐吗 对啊 我另外社区都清华 父母都去年 一家就三 那时候没有 七个阿弥兰 蒙国 蒙发 到日子 祖母阿弥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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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刚刚呢 阿伯说到他小朋友的外出外 所以有这个社区照顾的时候 他就会去 就不会觉得那么的无聊 就会有趣一些 好 谢谢你 好 我们麥克风给下一位阿公 来 我们先请阿嬷 祖母阿弥兰 整台庆都很好啦 阿弥兰武兰 一个人认识 没有做我家就 傻傻傻傻 我们用电视案 要去社区的师傅 就好 好社区啦 好做法徒啦 老师教做家做理案啦 阿弥兰武啦 好 谢谢阿嬷 來 阿公 換你 還要做到化妝 他要轉變空母和電影 謝謝 謝謝阿公 感謝你 剛剛這三位是設計去參加 留課的照顧照顧照顧的論影 聽起來他們的心得分享 就是覺得讓這些老人 在家裡不會無聊 有機會走出去 老師 這個是不是就是 實際打到我們綠色照顧的計劃 這個支持體系 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 一个社区一个环境 它要有生命 它其实很重要就是生命 那绿色照顾这个计划 其实它就是在让生命 在这个环境里面 它能够继续的很快乐的生活下来 那我想我们在整个 其实当初农村再生计划 推动下来的时候 有蛮重要的就是一个培根的课程 那这个培根的课程 其实在强调由下而上 那这由下而上的这个过程里面 它其实也就是培养了 在社区里面 在这么多年累积下的能量的一个展现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强调这个计划 是希望从社区的基层 提出符合社区的一些他们的想象 那其实是奠基在过去很多的这样子 包含从早期的文件会 文化部提出来的社区营造 到后来我们农委会的农村再生计划 其实它就是这样子把我们社区 从无到有的能量蓄积出来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支持体系下面 能够去支持接下来绿色照顾的执行 谢谢老师 所以当初我们社区的基础要做好 就是那些就是三企业的基础 那些做得好色 用三企业的会有最后的结果落下来 不过青春又就是那些 那些会有任务 做这些事情 不过这些口床的敌度 这些留学照顾的结果在这些世界 实际那些会有的挑战 他们知道那些说 我会增加浪人家的 搞朋友的翻比 所以社交圈的部分 这些事情就当中有的 说我刚才刚才说 这种结果应验有应验没 那些人的拿来 可能是最终的任务 和台湾的任务 那些说 这些人没有法图 不允许拿梯粉红做这些事情 有些小片的 这种结果 那些结果是没有经验做的 肯定演出没有的 人力的部分 我们有没有人在地方上 真的是生根流香 做这件事情很重要 再来就是 这种说到 职业粉红的行政 没有有三种的受伤 那这种说法 比较配合 比较更高的地方 应用于职业粉红的好色 尤其是要重新的 再来就是跟他们说 要抗体职业的政法 尤其是要做得更好 那这部分我请教一下廖小姐的 就是 其实我们确实可以看到 绿色照顾推行 即便已经好几年了 当然社区是第一年 可是 这些挑战 实际上我们回到罗措村来看 我们曾经面对这些吗 还是罗措村里面面临到的 又是不同的挑战呢 最大的挑战应该就是 疫情的爆发 对于敢 对于长辈还是会有影响 不敢出来 会害怕 对 然后人员就变越来越少 或者是他们就会光望 然后这些都是始终的 在我们课程会一直持续的 但是我们要找新的伙伴进来的时候 就会有一点困难度 可是这样听起来 反而我们更需要去关怀这些老人家 对 就是可能我们就透过我这个社工到宅 因为我们这个计划 我们最主要主要就是 我这个社工是除了在社区之外 还有进去每个长辈的家庭 去到宅关怀 就是刚刚有说说的 可能是绿培办的部分吗 对绿培办的部分 但是这就是要时间去慢慢的 经历跟经营 对啊 好 谢谢廖小姐 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地方上 带起风风的水通的世界 可能是未来的事情 但是疫情这件事情 真的是没有办法 我们没有办法 因为全台湾全世界都正面临 这样子的很严重的一个影响 那我想问一下老师 那你怎么看这些老人家 确实疫情是影响到很多 可是要鼓励长者走出来 是不是我们接下来 在农村里面 或者是说在高龄化社会里面 很关键的一个重点 以我做私事据点来讲 我们也是走计划案 计划案的话就是 你一天最少要有六个个案到那个据点 才会有所谓的经费的产出 对 然后我们好不容易已经 就是从四月份 四月份开幕之后 就好不容易到五月十几号 有六个个案的时候 就五月十四就停课了这样子 对 所以如果说今天不是在医院体系下 成立这个私自据点的话 一般的什么关怀协会啊 什么一些基金会什么之类的 他们其实没有办法去承受这样子的 一个经济上面的负担 很多人疫情过后 停课过后很多据点都收掉 都有 还有就是场地啊 人力的问题 因为你没有经费 你场地一定是问题 人力一定是问题 这样真的是很可惜啦 对 包括像我刚刚就在想说 像廖小姐她反向青年 她有做这件事情 可是如果她今天 底下没有其他的人 一起其他的伙伴的话 那如果今天她 像以疫情来讲 如果一个人她确诊的时候 那怎么办 那这些长辈就会没有办法 上课或什么之类 所以我觉得人力也是个问题 尤其是我们是走计划案这一块 就是你要看 政府能够给我们多少经费 我们才能做多少事情 就是我们有时候是很有心要做 对 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说 有时候是我们自己应该可能 像他们会说 像做蓝蓝 或一些手工艺品 可能就是要自己 可能要去做一些贩卖的 那个对 疫卖的这样子 自己要有经费来源 这样这个才可以长久下去 这个是长久目标 自己自主啦 好 谢谢国老师的分享 我们现在再来听听看 刚刚听完了长辈的心得之后 我们先来开放不同的地方的乡亲们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我们罗措村推动这个绿色照顾计划 他们的看法是什么 我先请也算是青年 来 我们的王先生 其实对于长辈的社交圈来说 他们不只是社交圈 其实他们在来上课不只是上课 他们也有互相关怀 比如说他们有人要请假 但是他没有讲 他说那怎么没有来 其实他就是会变成一个 马上去他家找他 其实他也是一个安全 跟健康的一个互助网 那在经有长辈 他觉得来这边上课团体不错 那他就会再去介绍其他 其实就是走不出家门的 那每个长辈都会轮流去跟他说 我们出来这边上课 其实对我们的身心发展 对我们的一些健康的促进 都会有相当程度的帮助 所以基本上都是用口耳相传 那我们也会用长辈的子女 如果有了解的话 也会来询问我们 那我们也会鼓励来参加 对 是这样子 谢谢你 所以基本上刚刚那三位长辈的分享 真实的心得分享 就是最好的宣传 好 我们下一位有请 我们也是很努力 在协助推动的代表 说实际上的 我们的长辈 很少很少就有少年人认识了 当中主做到 当我们的少年 认识到我们的长辈 来信我 那是很努力的一战术 那带来来当中主席心 跟他们的造成的机会 跟跟他们的生意 由我刚才问我 那是第一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听他普及会说我们的落实 政务的少年人 跟他们三Q 跟他们立下的土地 来做一个很落实的一个串联性 跟他们三Q 跟立下的土地 有串联 有情感的 跟他们就不会再结婚了 跟他们就不会带来的行李 来 来就成交 就成交的参数 好 谢谢代表 那我们接下来是请我们总干事 总干事来分享一下 太阳好 我们总和的主员是很少 苏联合的主员和苏联合的主员 就跟他们帮助 还有还有創作柴梯的文化 跟西泰的经验 我们三Q都在 请我们的西泰做老师 跟我们的制作 大家的西泰感到说 学路不如人 不可以把整个经验 一堂一堂一堂进入去 好 谢谢总干事 接下来我就要请教一下科长了 其实刚刚呢 大家都有提到说 老人愿意来参加这个活动 那不过现实面有一些挑战 那甚至是说 现在地方上可能就会比较 需要去注意的就是 如果这个计划想要继续推动下去 重点是我们的人跟资源 要怎么样可以稳定在地方上 推动下去 那我们这边呢 怎么来看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今年第一次推动之后 当然还是会有一些成效评估 我们也许明年后年 我们要继续做的部分 要如何去做一些补强 或者是做一些协助地方的部分 这是在设计农村绿色照顾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先设想 它是一个一次可以去申请 两年到三年的一个计划 那第一年结束之后 我们就会去盘点说 那个每一个社区 它在推动的过程当中 成效好不好 成效 其实我们更在乎的是 有没有什么困难 是公布门这边 想要去帮你解决的 那在当初在设定 农村社区绿色照顾计划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已经有征询过 很多社区伙伴 还有像婉庭这样的一个 返向青年的一些意见 大部分他们都会表达几个诉求 第一个时间性 时间可不可以再延长一点 所以我们必须在 补助办法的一个设定底下 从一年我们就放 就延长到两年到三年 这是第一个突破点 第二个突破点 大家谈到说 哇可以去提供这个绿饮食 提供这个公餐 大家都很期待 对 那在期待之余 他们有更高的一个期待 叫做 可不可以 补助一些储藏设备 或者是厨房设备 那如果参加过培根计划 或农村再生的社区 大家应该社区大概都知道 以往我们在 补助农村再生的一些项目里面 大概都比较偏重于环境改善 像是绿煤化等等 这样故宫购料的计划 对 那部分的一个经费来源是 没有办法购置设备 就是这些厨房用品 储床设备 储存设备 冰箱等等 这些他们其实更需要 所以针对这一点 我们在我们的补助办法里面 也去突破了 对 所以这一点其实相当不容易 那我也可以很骄傲的说 我们在农村社区绿色照顾计划 整合了刚刚的问题 我们补助了材料 我们补助了那个人事的一个津贴 我们甚至可以补助 这个设备费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 以前做不到的 但是我们现在把它整合在一个 农村社区绿色照顾计划里面 以回应更多农村社区的需求 所以这是在整个我们所面临 跟了解社区的需求之后 我们工部门所做的努力 好 谢谢科长 科长刚刚讲的比较多是 我们可能过去碍于一些计划上面 可能是法规面 或者是说一些跨部门之间 可能比较难 有受限的部分 我们在这一次的绿色照顾计划里面 有做一个突破的部分 那这部分我就要请教一下老师了 其实我们刚刚一直有提到啦 会有这个绿色照顾计划 其实前身可能是农村再生 有什么培力计划等等 一直到现在 那确实啦 科长刚刚说 这次的计划特别 我们有突破了 不过突破之后呢 像每个地方 还是会有不同的因地质疑 会有一些问题 可能需要来突破 那像刚刚地方上提到 可能就是疫情的影响 但这是不可逆的因素 我们还是得面对 还是得推动 那如果在接下来的推动的路上 大家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 有什么样子的建议 可以提供让社区 可能也许我们在地 可以先把问题集结起来 水宝局的绿色照顾计划呢 其实就是结合了 刚刚这些不足的这个部分 来去堆叠 比如说像本身 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博工照顾站 过去的一些课程里面 它其实就是在我们绿疗域的一个 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面向 那这个时候 其实陈如刚才主持人说的 我们就可以去依据 社区自己的能量 因为其实大家知道 每个社区它能够开办的 每周的天数是不一样的 可是当今天有了这些 绿色照顾计划 加以整合的时候 那我们怎么样把 这个农委会这边的资源 能够再去堆叠上去 比如说你可能有些社区 只有两天 但是他们可能会因为 空间设备人力的不足 然后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 绿色照顾计划之后 有了相关的这样的资源的 挹注 它可以再去让我们地区 特别是我们农村社区的高龄长者 他有更多不同面向的 这个学习跟成长 甚至就是说 我想我自己在农村这么久 其实我们都知道 老人家他不会真的 真的想要休息 他只要有体力 他早上就去农田了 可是他像 但是现在的极端气候可能造成他不愿意就出来 可是我们藉由这样的一个时间的增加 其实是可以增加他很多社交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想这是一个未来的很棒的这样的一个推动的方式 所以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 可能大家会提到 也许碍于计划受限 可能课程等等的时间上人数 可能没有办法这么的符合我们的期待 我们这时候就要做资源整合了 就是如果社区有博工照护站有其他的长照平台 也许这些老人家都可以集结在一起 我们用各个不同的资源来把他们的课程继续推动下去 就不会因为像刚刚老师说的 没有人了 我们真的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样子是吗 的确是 因为其实在不同的计划上面 他对应的 就像刚刚有我们的来宾有讲到 其实是健康亚健康 或是有一些特别的这些症状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对象 可是其实我们绿色照剧计划的话 我们是针对的这个 只要愿意走出来参聚社区活动的这些长者 我们都非常的乐意 让他们能够有享受政府的这么好的 这样的一个长照的这个资源的服务 好 谢谢老师的说明 那现在呢 我又要再听听看地方详情 对于不论是绿色照顾也好 或是现在在地农村的情况 还有什么意见的呢 我先请还没有发言过的李怡静小姐到了吗 好 最近的我们都在头面图示 在桃園念书 对对对 尤其在前面我感觉 很像很多不同的样子 因为在前面的第三时间 我们在有很多的游团 我们在参加新年台节省啊 老部长有新年纪的游团 领都在我学校的市府的记忆 对 另外在图示的市府 如果都很希望 他还没有参加领的游团 前来参加的市府是感觉 哇 真心血 图年也都很无法看的游团 以前都在做寇主义 对 不过我能够求年约的小朋友 家众的小朋友是无态民众的表现 所以我感觉 而且是 西台姻也有跟社区来做父侯家书 我感觉 嗯 像 阿公阿嬷跟社区来做父侯 他通这次帝圆圆的3Q 真有 真浪漫 很有活力这样子 好 谢谢您 您请坐 那代表 我们来谈一下啦 因为刚刚这个年轻人他讲到的 他是一个青年返乡的例子 那我们婉婷也是 那您刚刚有提到青年返乡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在社区里面 甚至是说在我们罗措村这边 我们要来非常关注这件事情 我们的3Q 说实在我们的3Q做得很好 服务得很好 我不是走他们的 我的感觉就是说 我们既然做得很好 我们就是要让人家大家知道 不管整个人去外区做生 到北部去的 去工作的 那说我们的菜池 菜池很好 非常辛苦的企业家 那我们的感觉 整个人如果不如台下车部 可以来回馆 可以一个家庄 可以家庄 一定不如做得更好 矩矩冲冲 做足够可以更多的实战性 好 谢谢代表 也就是说 其实大家对于 要让人家的照顾 由动作为期待 那廖小姐 您身为计划主持人 刚刚科长有说 其实这个计划 我们不会是一年啦 我们现在一定要做下去 那就一个社工背景 又是返乡青年的角度来看 接下来要长久下去 您觉得社区上还有什么是 你们这边要来努力 或者是说 要跟大家一起来合作加强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我们现在 像我这样带入很多课程之后 因为我们社区 其实还没有一定的产业 然后我们想说 用产业来挹注社区 是最快自主的方式 对 所以像我们现在突破说 让长辈去体验染染 染布 不只染染 对 任何系列的染布 然后让我们在地的元素去染布 像服务可以染黄色 七里香可以染绿色 等等的去开发我们社区特色的产业 然后但是开发产业的部分 也是必须要有一些相关的挹注 对不对 产业的辅导 因为我们也不是专门在做产业的部分 所以也希望说这个绿色计划三年 第二年第三年可以慢慢的由产业导入之后 我们可以慢慢的可以走向 我们可以自给自主的部分 谢谢 谢谢我们的计划主持人 也就是说 这个计划不会停下去 但他们希望可以长久的推动 那谷老师 你要不要给大家一些意见 因为毕竟社区都是长者 长者有这些年轻人带着往前冲的时候 其实一方面刚才提到 我们站在医学方面 可能是真的可以减缓这些老人失智的情况 甚至是说让他们的生活有更多的重心 甚至是不同的观点 甚至是不同的想法进来的时候 他们的老人生活会很开心 老年生活可以过得很好 不过刚刚有提到就是 如果我们真的要做到社区的产业 或是扩大老人的照顾的时候 如果站在我们这个医学的观点 我们会提供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其实像我们 我自己目前在做的话 主要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在疫情还没有发生之前 我们那时候想法是想要跟 比如说我们在据点旁边是7-11 那我们就是直接把我们老人带路到7-11 去当一日店长 对 就是后来就是长期的合作 就是这样子 后来之后 因为我们的据点比较特别 大家有空可以去一下 大甲有一个 我们有个人心热火园区 我们现在里面是 它是蛮特别的一点 它是一个 它是护理之家 三楼以上是护理之家 后来一楼有所谓的日照中心 后来之后又再 我们再设立一个失智据点 后来之后我们也是 里面还有一个所谓的清田食堂 我们就是想要帮我们的失智据点的老人家 带起来之后 就像刚刚婉婷说的 我们就是让他在里面可以卖一些 比如说泡咖啡 做一些手工饼干 对 我们也是自主自己的一个方式 就算如果今天没有所谓失智据点的 这个计划的时候 我们还是可以让老人家 继续在那边有上课 我们自己从那边卖的钱 来请讲师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对 甚至我们还 我们的那个执行长还蛮不错的 他还引进了一只 那个迷你马来做所谓的动物辅聊这样子 对 可是这个就是我前面有讲到的 那是因为在医院的一个体制之下 那个经费是够足够 而且他是对老人这件事情 因为他打造所谓的长照迪士尼 所以他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可是我觉得如果说像一般的 像刚婉婷讲到很好 我觉得就是要由产业来带入这样子的话 让自己自主自己 今天就算没有这个计划案了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就像刚刚那个科长所说的 他一定有一个目标 我觉得他目标不可能是一直用计划案的钱 下来帮助这个 我觉得是要让这个整个社区自己先茁壮起来 这样才是最重要的 好 谢谢老师 我们提到一个重点 我们接下来 今天其实就促成了一个 我们平台的整合 让更多的资源可以互相的了解 这件事情 接下来也许就有更大的合作空间 那科长您刚刚有说客服挑战 我们这边有做法可以来提供大家参考 那您这边可以提一下 疫情你们怎么克服 然后接下来刚刚婉婷有说 我们地方是希望可以长久经营 这个长久经营真的就是要可以留下来 这个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接下来还会提供什么更多的支持协助呢 我们刚刚所提的农村的土地会黏人 黏的不是土地 黏的是情感 所以透过我们绿陪伴 透过我们绿色照顾 其实我们想要把农村的那种人情会再找回来 所以在疫情底下我们有做这样的一个调整 那至于说刚刚婉婷其实也是大部分农村里面 想要生活的这些新年伙伴 他们最在乎的是说 我可以先养活我自己 那接下来我才有心有余力 我可以让我的热情去支撑 去照顾社区其他的长辈 或者其他的小朋友 那所以在我们农委会的一个做法是 绿色照顾我们会跟我们农渔会结合 因为农渔会本来就是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单位 那也会结合在地的青农 例如像我们在绿饮时 可能需要一些采购一些蔬食 鸡蛋啊蔬菜啊米啊等等 就由我们在地的这个青农 优先采购优先供应 那它变成它是一个供应链 同时也让我们在地的这些产业 它能够得到一些固定的一个采购的一个货源 那另外我们也希望说 能够让在地的青年 能够协助社区关怀据点 它不只是一个上课的据点 公餐的地点 它甚至有机会可以变成一个贩售的据点 你要有自主采源 这样它才能够让它这个绿色照顾的计划 能够长久经营下去 我举个例子 其实在有些社区 他们已经慢慢开始在学习日本 日本其实也有像半杯咖啡这样的故事 对就是让这个高龄者 他们自己去那个手冲咖啡 手冲咖啡 手冲茶 他们都是一个疗愈的课程 今天当有人来参访的时候 请他喝 对 请喝 那为什么叫半杯咖啡 因为老人家可能会有 手会抖 蹲到那个客人的桌上的时候 可能是要半杯 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 第一个行销社区 第二做自由的品牌 第二 第三就是让自己的这个自信心 能够重新找回来 因为其实我们在 推动这个绿色照顾的政策的时候 我们一直在想 我们应该不是只有做环境的改善 也不是只有做青年的返乡 而也不是只有做社区的公餐 我们希望透过这些方式 能够让老人家 就是吃得温饱 然后活得开心 最后健康出镜 更何况 如果能够让他的一个 自信心能够重新找回来 然后把那个人跟人的链接找回来 这才是我们公部门 在推动这个政策 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好 谢谢科长 其实我们客家话 有一句话说 就是健康吃到120岁 但是现在可能 我们没有一定要活到这么多岁 但是我们要把握我们 这些老年生活 我们要过着充实 跟快乐 很重要的是要健康 所以透过这个计划 就像刚刚科长所说的 我们可以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 让老人家愿意走出去 然后支持体系 甚至是以后你们阿公阿嬷 你们都有机会 在地方上 你们可能就是老板 你就是经营我们社区这个品牌 我们可以手冲咖啡 准备自己的产业 欢迎外地的人来 跟你们搞官 买东西 那你们社区就可以长久的经营下去 所以老师 最后提一下 就是如果要走永续 产业这件事情很重要 您走过这么多的农村跟社区 怎么提供这种永续经营的 这个应该说我们要有信心 或者是我们接下来要准备做哪些工作 给社区一些建议呢 那我想我们在绿色照顾计划里面 实际上再加上在今年五月通过的食农教育法 其实都帮我们在推动绿色照顾上面 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利基 那其实从整个刚刚绿色照顾的四大面向 我们都知道 它本身其实就是可以从一个 比如说我们在课程设计的绿疗域 然后在我们针对长辈饮食的绿饮食 一直到刚刚我们思考到 怎么去关怀老人的绿陪伴 其实这三个都是串联在我们整个社区空间里面的 可是它很重要的一环是 我们从一个日常的生活 到我们的这个课程的设计 到一个记忆的发掘 到所谓的这个产业的累积 像刚刚我们今天提到罗素社区这边有在做所谓的 我们客家常见的这个染染的这个部分 那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我们怎么样最后可以延伸到 刚刚我们科长这边提到的 它会变成一种所谓的产业的贩售点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藉由之后 其实我们逐渐的去透过课程 然后去精进我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之后 它其实就会变成我们社区永续 而且可以去贩售的一个产品 其实在客家非常多的一些资源的产品 是在我们坊间其实是非常抢手的 但是我们怎么透过 现在绿色照顾网的一个结合 然后去透过所谓的行销管道 这样的一个创通 其实在过去水保局都有做了非常多的 这样的一个努力 那我们也希望说把它从记忆 课程到记忆到产业化的这个过程 然后变成是能够社区 至少是让我们的返乡青年 他是得以温饱 然后他对我们的绿造园这边 他会有所谓的薪水的这样的一个支持 然后从这样的支持之后 社区甚至是能够借由产业的贩售 能够有盈余 然后去做到所谓的这样的一个绿色照顾的一个最好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好 谢谢教授最后提醒社区 我们接下来如果要长久经营可以怎么做 我想到有个词 如果这些老人家之后要自己做社区的品牌经营 营造产业 也许你们就是高年级实习生 也许这就是一个我们可以挪挫 或者说用我们这样子的词在地方上 或是落实在这些老人家身上 可是我做到这些事情 那没问题 不过呢 大家说到有很少人做的家庄 代表就有老人家一扑一扑的人 相信啦 不用马上去看到甚至 不过呢 总共有很少人念于 做到家庄 当年这些事情的世界 其实对我们的老人家来后 那些亲厚的批判 那些亲厚的照顾 因为中共有批判 永运和其他照顾 老人家的生法 老人家的心情很重 要希望说 我们在採折的老人家 独走的空间释放音 韩国的提防风 好好照顾 参加了六岁照顾结枉 韩国要提供其他的三企 来做一个参考点方 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台词 感谢大家收看 本节目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